激人的雨量沿著一旁岩壁往下直衝 配上白色水汽及陣陣強風 地上滿是大大小小的碎石 積水也會流而成就像小溪 不斷往道路下方流走 誇張的場面就好像真的來到了瀑布風景區 這裡是台八線173.8公里處 天翔路段附近 仗要開始計算24小時的累積 雨量已經超過了400毫米 造成邊坡坦塌落實不斷 公路單位已經出動了相關人員 搶修道路完畢 這是因為雨勢還是非常大 甚至出現了像瀑布一樣的景象 為了安全考量 該路段預計要到4號下午5點後 才會解除封路管制 以上為你掌握這些消息